來玩這款遊戲 歐拉拉 笑一點點 學妹子好了 歐拉拉 什麼 什麼 What 又是開寶箱 我的尿下出來啦 噴出來了 都抓出來啊 又是開寶箱 今天才玩了一款挖墳墓 挖墳墓 再來 就是開寶箱 這款的話 明顯是比較健康一點的啊 所以這款遊戲 也是有防袋機制嗎 我都按出售好了 不過他這個 點寶箱的位置 跟你出售的位置 他無法 他無法 狂點耶 因為他出售在比較下方嘛 這樣子反而 開寶箱比較慢 打開五個寶箱 怎麼感覺 任務都是一樣的啊 一開始的任務 這個大家都是抄起來的啊 連任務啊 一開始都先抄起來 是不是 這個 我們先把主線做一做吧 接下來等到等級3了 好啊 喔 也是有翻 開機制啊 欸 喔 不行 好啦 升級啦 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 快去冒險挑戰強大的對手 引起對方手上的獎勵吧 好啊 就是開始進行戰鬥 繼續戰鬥 繼續戰鬥 欸欸 我輸了 這什麼 哇 這是炫酷的外觀耶 剛剛外觀 還挺好看的啊 我這些裝備都穿起來了以後 戰鬥就比較輕鬆了 進行一次冒險 有啦 贏了 不能再攻擊了 下一場一定打輸啊 開開開開開開 好 喔 白色的話 寶箱開出來 它就是白裝喔 綠色的光 開出來就是綠裝 好啊 啊 升了 欸 我的 這個可以升了 升了 升了 加速 二級啦 這樣子 我的裝備變得更高級了嘛 靠北啊 撐錯 啊 不過它不能連開就很麻煩耶 所以它製作起來不是很精良喔 你那個出售 這個劍 應該要對應在那個 寶箱那個地方啊 這樣子你才能符合 單手連點嘛 不然這樣子單手點啊 其實很累 弄到最後你還是要雙手點 好 所以它這款 不夠貼心喔 這個放置水準要扣分啦 現在的裝備品質已經跟不上我們的腳步了 升級寶箱 可以提高我們開出高品質裝備的概率喔 繼續戰道 好了 啊 還要再戰道 不打得過嗎 喔 可以啦 原來我剛剛開那麼多寶箱了 完成階段性的生存任務 完成階段性的生存任務 即可獲得裝備售賣的10幣加成 千萬不要忘記領取喔 出售裝備 那到達3010幣 接下來是打關卡啦 欸 這一款的話打關卡倒是很頻繁耶 所以它關卡準備非常多喔 所以它關卡準備非常多喔 又要提升了啊 啊 我太早提升了 啊 又提升兩次了 啊 又提升兩次了 真的那麼好玩嗎 怎麼會一直出啊 奇怪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感覺到 我特別好玩的環節 我還是不太明白耶 這遊戲 它好玩的點是在哪裡啊 除了幫助睡眠之外 我找不到 它其他的優勢了喔 你先領取 商店 啊 看一下 它的終身卡多少錢 喔 也差不多耶 也是很貴耶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行業供訂價是不是 一千塊左右 一千塊以內有找 好貴喔 所以這種類型的就是 你能客個一千塊 他們就有賺頭了喔 那麼好賺喔 寶箱開一開 然後 就可以收給玩家了 真的那麼好賺嗎 10幣 我要怎麼購買啊 好貝啊 那 喔 寶箱也能開10幣是不是 還是要開10幣是不是 那我要開多久喔 喔 它開50個 衣服快寬 诶对这一款的话跟骷髅头 好像比较起来 感觉骷髅头那一款 比较丰富一些啦 人家 看起来是很可爱啊 而且人家还有帽子 这一款没有帽子 这一款会输 就是输在没有帽子 到了 也不用看到50个 好像20个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通关 148 如此循环而已 好吧 游戏就玩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